七日后,云身不知处张灯杰才好不热闹 蓝忘姬身穿喜服,坐在静视的床上里,既紧张又兴奋 怡灵,紫竹轩 魏无羡穿上喜服后,就遇见去了云身不知处 拜完天地后,蓝忘姬就被魏无羡抱回了怡灵 魏无羡将蓝忘姬轻轻地放在床上 床上还放了红枣,花生,桂圆和莲子 欲早生桂子之意,虽然他们都不能生 当仪式感不能少 魏无羡将桌子上的两杯合锦酒端到蓝忘姬面前 说道,阿湛,喝了这杯酒,你就是我的了 喝了酒之后,蓝忘姬明显有些醉意 魏无羡心想,果然还是一杯道啊 幸好我挑了个度数低的酒 不然就只能等阿湛睡饱了 魏无羡将杯子放回桌子上后 就放倒了蓝忘姬,低头吻上了她的唇 可能是桂圆红枣太硬了个的蓝忘姬 轻哼了一声 第二天,魏无羡缓缓缓地睁开双眼 看着怀里熟睡的珍宝笑了笑 随即便轻手轻脚地下床洗漱去了 洗漱完毕后便去了厨房 魏无羡提着石盒回房后发现蓝忘姬还没醒 便将石盒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走过去道 阿湛,起床了 再不起来,哥哥就讲早膳吃完了 我马上起来 蓝忘姬连忙道 由于动作太大,不禁轻哼一声 魏无羡倾笑一声 随即将蓝忘姬抱起来 帮她穿好衣服 然后将她抱到了餐桌前 轻轻地将她放在椅子上 打开石盒 开始投喂蓝忘姬 将蓝忘姬喂饱后才喂挤 魏无羡将餐桌收拾好 洗完手后 就将蓝忘姬抱回床上 而自己则是去送石盒了 待魏无羡回来时 发现蓝忘姬又睡着了 不禁摇了摇头 随即便坐下修炼 待蓝忘姬再次醒来时 魏无羡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蓝忘姬正准备下床 找魏无羡 房门便被推开了 魏无羡提着石盒走了进来 见蓝忘姬醒来了便说道 阿湛醒了呀 过来吃午膳吧 听到这话 正准备下床的蓝忘姬停下了动作 撒娇道 我想要哥哥抱我过去 听到这话 魏无羡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即走到床边 将蓝忘姬抱到了餐桌前头 喂他 阿湛 我传你一步功法吧 魏无羡道 随即便将一步功法 打入了他的眉心 哥哥 这是一步双修的功法 蓝忘姬疑惑地望着他问道 魏无羡点了点头 随即开口道 是啊 怎么了 你要是不想要的话 那我给你换一本 听到这话 蓝忘姬连忙说道 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呀 哥哥我们一起修炼吧 于是魏无羡就和蓝忘姬在床上双修 没修炼多久 他们的身体便交织在一起了 不知过了多久 蓝忘姬才缓缓地睁开双眼 见自己还窝在魏无羡的怀里 心里美滋滋的 此时魏无羡还没有醒 他就这样窝在魏无羡的怀里 欣赏他的俊脸 用手指描绘他的眉眼 哥哥好看吗 魏无羡突然出声道 好看 蓝忘姬明显还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开口说道 等他反应过来时 就看见魏无羡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不禁小脸一红 将头埋进了魏无羡的怀里 见到这样的蓝忘姬 魏无羡不禁笑出了声 道 没想到我家阿湛这般可爱啊 哥哥蓝忘姬撒娇道 好好好 哥哥不说了 魏无羡道 随即便轻轻地捏住他的下巴 寻到他的唇后便稳了下去 道 我家阿湛真甜 然后便穿衣服下床为蓝忘姬准备晚膳去了 吃过晚膳后 他们又双修了一会儿 随即便相拥而眠 三日后 魏无羡带着蓝忘姬回到了云深不知处给长辈敬茶 收红包 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年 一年后 魔族卷土重来 修真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就在人们惶恐不安 使魏无羡意外地恢复了记忆 意起了 他是下凡力竭的天地 随即根据记忆找到了魔族们的弱点 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 当然 天道也被重罚了 魏无羡真是因为天道的疏忽魏无羡才会恢复记忆 天道受完罚后 就消除了魏无羡的记忆 魏无羡依旧只是一个修真戒的小仙都 一年后 温宁的堂哥和堂嫂意外身亡 将他们的儿子交托给了温情姐弟 然后被魏无羡收为义子寄到了自己的名下 改名为魏怨 自无忧 于是魏无羡每天除了和蓝旺基亲热 就是逗年幼的魏怨 教他修炼 顾苏蓝氏又要举办听学了 蓝启仁负责传授理论知识 魏无羡任客福传 蓝旺基任客建树 魏无忧和蓝西沉的嫡传弟子蓝景仪长发 蓝浩南和蓝西沉 则是处理踪踪琐琐事务 分配好任务后 蓝浩南就开始制作任客表 魏无羡眼珠子转了转 随即说道 不如将前来求学的学子分成六小队 然后再挖三个闭关的长老出来一起管理 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场考核 然后重新分组 避免偏科 这个提议很新颖 大家都表示赞同 于是大长老 三长老和六长老被迫出关授业 大约一周后 众学子们纷纷赶来云深不知处听学 不过不再是直接上课 而是直接考核 然后分组 规定每五日进行一次考核 就这样 来听学的学子 就魏无羡负责的那个小组 进步最快 也最轻松 因为魏无羡 纯粹就是带着他们玩 不过是玩知识 每天早上进行抽备 以助他们巩固知识 其他人来听了魏无羡几堂课后 纷纷改良自己的教学方法 顿时听学的学子都进步飞快 义父 他们的理论知识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要不我们带他们出去业练 也好让他们历练历练 魏无羡提议道 魏无羡这般提议原因 有二冒号一是他实在是没东西可以传授的了 他们学得太快了 二是他太久没有下山转转了 想下去转转 好 那起人回来帮我 此次游 你和旺鸡带队 正好大长老三长老和六长老 一直囊囊着要回去闭关 蓝浩难想都没想就说道 于是魏无羡和蓝忘机 便带领着一众弟子下山了 他们并没有想好去哪里 就是通过改良版的风鞋盘 到处除鞋制恶 这天一行人来到了梧桐镇 这里不像是有鞋碎的样子啊 蓝景仪四处转了转后 若有所思地开口道 赶了一天的路了 我们先找个客栈休息一下吧 魏无羡提议道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客栈点了几个香菜 清淡的菜和几坛烈酒后 见此时人不多 便将殿小二叫过来 问道 不知这附近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 而那个殿小二也是一个画牢 直接坐下了问道 什么样的事才算怪事 鬼宅 荒坟 分尸 诸如此类 魏无羡道 你要这么说还真有 不过不是最近 而是三年前 那个殿小二回忆了一下后说道 哦 愿闻奇想 魏无羡再次开口道 于是那个殿小二便开始跟魏无羡 讲起了三年前的那件怪事 原来三年前莫府的小公子和青梅竹马在一起了 不过没多久他便病死了 留他一人在世 可是没过多久他便跳井自杀了 说是忍受不了孤独 自那以后 莫府便怪事连连 那这里没人管吗 我记得魏先都好像每个地方都安排了人管吧 魏无羡问道 这里确实有人管 不过就在五年前白宗主将宗主之位传给他的独子 自那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都没人管了 殿小二道 听到这话 魏无羡不禁自言自语道 看来得重新洗牌了 哎 当先都太难了 不知莫府怎么走 魏无羡感慨了一下后再次开口问道 得到莫府的具体位置后 魏无羡就带着一行人去了莫府 并说明他们明天还会回来的让他留几间上好的房间 还有刚刚他点的所有东西 莫府 一听说他们是来帮他们解决麻烦的莫府众人都很开心 就差把他们供起来了 当天晚上 阴风四起 随即魏无羡他们便看见一个貌美如花的人走了过来 道 公子 是老爷让我来伺候公子沐浴 不知我方便进去吗 实在是对不起 我不太喜欢让女鬼伺候我沐浴 魏无羡摆了白手说道 话音刚落 那名女子的身形快速变化 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浑身湿透 脸色惨白的女鬼 不知姑娘为何不去投胎转世 而是要在这人间流荡 魏无羡疑惑地开口问道 我被他们折磨至自尽 我又怎会让他们好过 那名女鬼恶狠狠地说道 听到这话 魏无羡不禁心想 这件事情果然有隐情啊 要不交不给孩儿们处理了 不知姑娘有何冤屈 不知是否愿意跟我们说一说 然后去投胎 魏无羡问道 听到这话 那个女鬼犹豫了一下后 便将自己的委屈 娓娓道来 awk 优优独播